近日在安徽三届某训练基地 由第72集团军组织的全员全装红蓝石兵对抗演练 在两支合成部队之间展开 对合成体制下兵种协同指挥谋划进行检验 这里是安徽三届演兵场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 装甲装备正在向指钉地狱集结 陆军第72集团军将在这里上演一场红蓝对抗训练 扮演红军的是编配有新型坦克 步展车重型火炮等装备的新型合成旅 演练开始后 红军部队迅速集结 兵分多路向指定区域突进 与此同时地面空中等多支侦察小组 隐蔽前出抵近蓝军阵地前沿 前方发现敌两辆114装甲突击车 精确坐标97169 情报一经获取 就被直接传送到后方火力分队 指挥员迅速反应 指挥所属炮兵进行精准打击 三 二 一 发 好 蓝军同样是一支配备了新型作战装备 且机动灵活的合成部队 为了阻止红军装甲突击群前进 蓝军在沿途道路设置大量雷场 防坦克豪以及火力点 蓝军的基本作战思想是想以空间来换时间 因为我们此次对抗的时间只有7个小时 战斗实施超过7个小时 如果没有能达到尖敌和夺地的目的 那么就可以判同方失利 为了不让蓝军的计划得逞 空军部队发挥火力强突击快的优势 组织坦克部展车火力压制 工兵分队前出破障开辟道路 在135高地北侧 有一辆蓝军的坦克利用地形发扬火力 基本上是对我红军形成比较大的威胁 战场态势顺息万变 工军部队采用120火箭筒侧翼攻击 装甲突击分队正面进攻的方式 向蓝军阵地发起突击 而蓝军则利用地形优势就地疏散 隐蔽抗击 面对九宫不下的蓝军阵地 空军指挥员命令后方炮兵进行覆盖打击的同时 安排机将分队 运回到蓝军后方展开破旗 最终成功端到蓝方据点